叶飞鱼师姐 你确定这是药材库 萧爷目光怀疑地看向了叶飞鱼 却是连一丝淡淡的药香都未曾问到 那是当然 我住在这里 能不知道吗 放心吧 师姐会骗你不成 叶飞鱼信誓淡淡地拍了拍胸脯 虽是萝莉身高 兔兔却是不小 轻拍之下 微微轻颤 软淡适中 阁楼古老 但上面并无灰尘 甚至没有守卫存在 不禁让萧颜更加怀疑了 随着叶飞鱼 将阁楼房门缓缓打开 里面的场景让萧颜有些愕然 不过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两侧摆放的的确是药材 不 准确地说 曾经它们是药材 现在已经不算了 萧颜缓缓伸出手 手指刚刚触碰到的一瞬 一株长得像灵芝黑漆漆的药材 轰然间四分五裂 崩成了碎片 啊 叶飞鱼师姐 这些药材 该不会是尊上还在世的时候留下来的吧 我也不知道 记得这阁楼一直在此 不过看起来 好像这些药材 似乎都不行了呀 叶飞鱼也是伸出了白皙的手指 从这些药材上划过 一一破碎 而开化作积粉 抱歉抱歉 我还知道一个地方 黑黑叶飞鱼俏皮一笑 翘脸上浮现两个酒窝 随即萧炎 只能无奈摇了摇头 同叶飞鱼去往下一个地方 这里则是炼药阁 乃是古神界所有炼药师聚集之地 他们更是负责炼制丹药的供给 这个是萧炎离开古神界 是没有的建筑 此时如同丹塔一般 具备极高的规格 还未靠近 便是传来了阵阵浓郁扑鼻的药箱 叶飞鱼师姐 方才带我去储存药材的阁楼 应该另有用意吧 消炎难难 虽然你已经不是我的师尊了 但以前是 所以师尊怎么教我的 我便怎么教你 叶飞鱼或许不是故意 但说话的模样 明明身材娇小 小脸却看起来肉嘟嘟的 颇为可爱 我不是尊上 还请师姐解惑 萧炎抱拳拱手 倒不是他想不到 而是觉得 应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原因 在他看来 叶飞鱼更像是如小孩子般 想起来了 尊上曾经捉弄他 所以才捉弄于萧炎 真是个小懒鬼 师姐呢 带你去救阁楼 知晓其中的药材 都已经无用 他们就好像 是你的过去 修炼到如今 一晃千年时间 对凡人来说 甚至对斗神以下来说 有些山会平 有些海会枯 沧海桑田 一切匆匆 但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药材已经如泡影 可阁楼还在 而阁楼曾经的存在 则是因为有药材 它才会被建造 你之前说过 对神之不朽没有头绪 还不谢谢师姐 为你解惑叶飞鱼 伸出纤细的御手 在萧炎的肩膀上 轻轻拍了拍 一副等待着萧炎 称赞他的模样 多 多谢师姐指点 萧炎眼角微抽 只是这其中的意境 一时间 萧炎无法参透 这并非是真正困住他的智骨 不用谢 以前是师尊 现在是小师弟 这感觉真不错 叶飞鱼倒是开心不已 随即带着萧炎 走进了规模庞大的炼药阁 然而 走进炼药阁的一瞬 便是让萧炎眼神猛的一睁 整个炼药阁是以圆形建筑 分成了一圈平台 其上每个位置 都有炼药师盘座 在其中不断地炼制丹药 师弟不必惊讶 和太虚之争开始后 丹药是第一供给 所以需求非常庞大 炼制都是疗伤和补充的丹药为主 现在大家都还在努力地炼制 以备不时之需 你看看师弟 他们的炼药术如何 这炉火纯青的手法 简直太壮观了 随着萧炎的目光看去 这些炼药师的手法都出奇的一致 好似出自同一个师父一般 萧炎再仔细看 这灰舞药材在半空 屈指一弹 其提炼的手法 越看越奇怪 这不是恩师吗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惊呼声传来 声音传来的方向 则是正对萧炎 恩师 定是恩师 多亏当年女皇让我们目睹恩师炼药 在炼药术上方 才有今天这般精进 还请恩师受弟子们一拜 声音此起彼伏 萧炎一时间成了炼药阁中所有目光聚集的方向 叶飞鱼在一旁小脸搭拉着 得 师尊还是师尊 怎么转世了 还是万人迷 真是靠北 萧炎想起了曾在古神界 自己在炼药时 被女皇给所有炼药试看 不过萧炎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有这般幸福力 小炎子 为师 还以为认错了 就在这时 一道萧炎熟悉至极的声音 猛地转过头去 这声音落在萧炎耳畔时 便是让他激动不已 老师 营炎走来的 是一位英俊帅气的男子 萧炎一时间愕然 所以叫出来的老师 从激动到质疑 怎么 认不出来为师了 为师只是 稍微打扮了一下 年轻帅气的模样 才更适合为师 若但从声音来听 这就是要老的声音 只是乍得一看 的确是让人有些难以分辨 从认识要老以来 都是老者模样 突然的年轻令萧炎一时间 都难以接受 罢了 徒儿长大 也不关心关心为师 萧炎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您看起来似乎不太需要我的关心 老师 不会给我找了好几个师娘吧 平嘴 嗨嗨 也就两个而已 比你小子差远了 要老可 不会放过硝烟 当即挖苦道 叶飞鱼 则是在二人中间 因为个子矮 完全被忽略 双臂抱胸 腮帮子越鼓越大 就好像塞满了松果的松鼠 好了 直至叶飞鱼 开口制止 两师徒方 才从打去中 安静下来 徒儿 这不会是你心 还没说完 叶飞鱼跳起来 就给要老一个暴力 两师徒 没老没少的 萧炎顿时往后退上树部 生怕殃及到他 办正事 我有需要一些药材 萧炎干咳两声 立刻转移了话题 药材 为师长管药财库 徒儿尽管说 听到这句话后 萧炎终于明白 要老为何一副要风的风 要雨对雨的样子了